在一场历史一小时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确认,首批战术核武器已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 这一消息引发了白宫的强烈反应,批评其言论极度不负责任。 普京在第26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已将首批战术核弹头交付给亲密盟友白俄罗斯,但他强调,俄罗斯目前无需动用核武器。 他还预计,今年年底前将完成在白俄罗斯的核武器部署工作。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曾在本月早些时候确认,他们已经开始接收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威力是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原子弹三倍的武器。 这一声明引发了白宫方面的强烈谴责。 美国白宫首席副新闻秘书奥利维亚,道尔顿批评普京的核武器言论极其不负责任,并重申美国并无在当前阶段调整其核态势的任何迹象或理由。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尽管普京的言论引起关注,但美国政府并不认为俄罗斯有准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迹象,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此事,但并不打算调整自己的核态势。 普京在今年三月曾表示,适应白俄罗斯的请求,莫斯科才决定在其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 尽管如此,美国五角大楼仍公开声明,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情报显示俄罗斯有使用核武器的意图,因此也无需调整美国核力量的部署。 在论坛上,普京还全面总结了俄罗斯在过去一年中,如何在外部制裁压力下推动经济转型和复苏,描绘了俄罗斯经济的积极前景。 他指出,虽然2022年第二季度是俄罗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但其采取的战略已经取得了效果,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发展呈现出积极趋势。 他预测,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增长1.5%至2%,这将使俄罗斯保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地位。 这与西方媒体对俄罗斯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测形成鲜明对比。 他对俄罗斯经济的表现表示欢呼,并指出,西方的制裁并未使俄罗斯陷入孤立。 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走上自我孤立的道路。 他在演讲中还提到,今年4月,俄罗斯GDP同比增长了3.3%。 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7%,但普京表示,他同意专家们的看法,他们预测今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达到1.5%,甚至可能接近2%。 他强调指出,俄罗斯在非石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收益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今年前5个月的收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1%,明显超过预期,其中5月份的增长达到了28.5%。 他表示,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反映出俄罗斯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和服务贸易业正在不断发展并取得新的突破。 普京指出,俄罗斯一直保持平衡的财政政策、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接近历史最低水平,这种稳定为俄罗斯赢得了竞争优势。 他补充说,俄罗斯当前的通货膨胀率为2.9%,接近历史最低水平,比许多西方国家都要低。 针对2022年以来,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和大量西方企业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情况。 普京表示,那些预测俄罗斯会因制裁而重新封闭经济的预测并未成真,俄罗斯仍坚持经济开放,这是俄罗斯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 他强调,俄罗斯并未走向自我孤立,反而加强了与可靠伙伴的关系,2022年俄罗斯的商品出口额达到了近十年的新高,为5920亿美元。 普京引用路透社的报道表示,如果外国制造商想要回归俄罗斯市场,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我们不会关上大门。 我们还将为他们在俄罗斯运营提供必要的条件。 他进一步表示,俄罗斯政府从未将任何人逐出市场。 反而,我们建议他们权衡所有的利弊,仔细考虑与俄罗斯合作的潜在影响。 他还说,虽然最初我们的企业家非常担心西方公司的离开,但现在他们正在占据空置的生产设施和购物中心。 在16日的俄罗斯观点报报道中,指出了普京在本年度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的演讲时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持续了约一小时二十分钟,打破了过去的记录。 据报道,本次论坛的主持人是美国政治学家德米特里·西姆斯普京在他的演讲中对乌克兰发起反攻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 他预测乌克兰军队的装备将很快耗尽,无法持续长时间战斗,因此反攻是没有胜利的可能。 他进一步指出,实施制裁的国家正在面临他们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 论坛还特别邀请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和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作为贵宾。 据俄罗斯卫星网16日的报道,本次论坛吸引了来自130个国家的1.7万名客人。 这一事实显然证明了俄罗斯遭受经济孤立的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恰恰相反。 在16日,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绝对没有遭受孤立,经济活动从来都不会处于真空期。 即使有些方向被阻断,其他的路径也会自动打开,带来更多的利益。 另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6日的报道,俄财政部长希罗安诺夫表示,尽管2022年是俄经济转型的艰难时期,但俄罗斯已经已遵延度过了这一时期。 面对西方的制裁,俄企业将贸易重心转向了友好国家,并开始自主生产一部分以前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商品。 希罗安诺夫还表示,俄罗斯经济已经回到正常发展轨道,投资和公众的实际收入都在增长。 国家实施制裁正在承受自身造成的重大冲击,例如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竞争力下滑,以及全球市场对美元和欧元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 尽管圣彼得堡距离俄欧边境很远,但战争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 据报道,论坛活动中,俄方不得不实行严格的安全措施以应对无所顾忌的敌对行动。 卫报报道,由于西方对俄罗斯银行业的制裁,外国信用卡在俄罗斯境内无法使用,因此论坛建议外国参与者携带美元和欧元现金。 然而,美欧双方仍在唱衰俄罗斯经济。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巴德耶默15日指出, 自西方针对俄罗斯石油实行价格限制半年后,今年前五个月,俄石油收入已下降近50%。 他还表示,尽管当前俄罗斯出口的原油比战争开始失多,但由于市场价格偏低,其收入却减少了。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俄GDP下降了2.1%。 然而,俄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却看到了经济的亮点。 他认为,尽管俄罗斯经济经历了困难时期,但表现超乎所有人的预期。 他表示,外部冲击主要集中在金融部门,但俄罗斯央行已对此做出了有效应对。 在圣比德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俄罗斯能源部长舒尔吉诺夫向消息报,透露, 俄罗斯正竭尽全力并成功实现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出口多元化。 他说,除欧美以外,很少有国家拒绝我们的优质石油产品, 因此,我们已经将这些产品转移到非洲和亚太地区。 一些国家已大幅增加了对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采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